今天是中秋連假的最後一天收假日 預估從小琉球搭船返回本島的 大約有5500人左右 有許多人提早收心 也讓東港碼頭在下午就開始出現反倒人潮 不過另一旁的華僑市場 可沒有因為收假日而人潮變少 海鮮餐廳每一桌都做滿 卻沒有隔板跟梅花座 另外在嘉義的新港奉天宮 因為舉辦馬祖的棄子回宮團圓活動 也在這天上午被信眾擠爆 根本無法保持防疫距離 中秋連假最後一天都流線東港碼頭 出現大批遊客從小琉球搭船返程 我們昨天才去的啦 我們已經玩四天的啦 所以要回去了 遊客糾團從北一路玩到最南端的小琉球 三天超過2萬人登島 下午就有人先回來提早收心 預估會有約5500人搭船返回東港 而一旁的華僑市場生意還是搶搶滾 抛客大旦海鮮每一桌都坐滿滿 但卻沒有隔板 沒花座也沒遵守 還有人離開座位連口罩都沒戴 美食在前似乎連防疫都不想管了 買東西然後路過就來人吃飯而已 最近幾天那個生意真的會比較好 去小琉球的比較多 而在嘉義的新港奉天宮上午香客擠爆 廟方帶領香客拜拜 原來每年中秋都會舉辦 媽祖 妻子 回宮 大團圓 可以一起看的 選安 我每年都 怎麼說 不過防疫距離恐怕也因為 爆滿的信眾難以遵守 拜拜肩並肩 信眾跟廟方人員來回穿梭 有時還擠到必須把手上的香給舉高高 以免燙傷別人 就算是連假最後一天 防疫人不能鬆懈 但看到人滿到不行的畫面 難免還是令人憂心 記者屏東嘉義綜合報導